自從馬鐵面世之後 馬鞍山施樓風頭一時無兩 更加成為首置客尋寶勝地 這區無論交通或生活配套 樣樣皆備 最適合市區上班族 如果你想便宜地換樓 又想住在這麼方便的地區 就要瞄準大型指標屋苑新港城 包無介紹錯 馬鞍山新港城坐擁全區最強地利 位處於市中心心臟地段 附設大型基座商場 喜居生活方便 放盤多 租盤亦多 屋苑九十年代中入伙 由五期一共二十座物業組成 戶型選擇算多 上車換樓都有得選擇 屋苑提供接近五千個單位 第一至到第四期以兩房單位為主 一梯百貨 實用面積由四百至八百多平方尺 而第五期的海桃居 就主供大單位 好像眼前這間兩房單位那樣 向細筆 望回屋苑平台圓景 遠望馬鞍山公園 和對出的套路港海景 眼鏡房設計實用見世 比賽 倫地利位置 唯處於基座商場上蓋的四期最方便 一至到三期要經行人天橋 接駁至屋苑商場 和港鐵馬鞍山站 出入需要多多少时间,不过都算就的 新港城住客会所设在第四期的平台 采用会员制,包括户外泳池、网球场、健身室等等 设施齐全,大人小孩可以足不出户玩餐饱 马鞍山这个新市镇出名规划圆线 周围都有高质素的休戏空间 好像新港城附近已经有多个公众休戏公园 周围绿化环境相伴 而临海而建的马鞍山公园占地最广 里面有公众泳池、室内体育馆 由这里走出去海滨长廊 更加是居民跑步和单车游的热门地点 还附送无敌海景 新港城中心和马鞍山广场 自九十年代落城之后 一直趴着上,成为区里面的市镇中心 新港城以第四期的商场最大型 包括百货公司、戏院、超市、日用百货、银行、各类食市和街市 另外,商场有出入口直博港铁马鞍山站 配合行人天桥连接附近的商场和屋苑 就脚程到无得输 现在还成为马鞍山居民每日必经之路 名副其实是区里面的人流杂山地 补充多样东西 新港城第四期楼下 就是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交汇处 这里提供大量巴士路线 基本上一程车就可以直达观塘 全湾、中环 鄰近亦有小巴站 是港铁以外住客另一个交通选择 新港城属于89小学校网 学校大概有11间 给几间大家参考一下 好似有 九龙城浸讯会希莲小学 聖工会马鞍山主峰小学 保粮局庄启程小学等等 中学方面沙田区有超过40间选择 范围涵盖大围至马鞍山 原区选择就有 马鞍山崇珍中学 德顺中学 德顺中学 马鞍山盛若室中学等等 马鞍山盛若室中学等等